教宗方濟國希望梵蒂岡城國內使用的所有能源 都是可持續且結證的 因此它頒布了一項名為太陽帝興的法律 名稱源自聖五雙方濟 文件中教宗下令在梵蒂岡城國外圍 羅馬市西北約20英里的聖馬里亞加勒里亞興建一座螢龍螢光電廠 興建這座設施的目的 是為整個梵蒂岡城國提供電力 這並非教宗首次採取行動 希望令梵蒂岡更環保 2019年它透過在城骨範圍內安裝汽車充電站 推廣使用電動車 除此之外 在教宗舉行眾多公開活動的保六六世大廳 2008年也在屋頂安裝了光復板 不過光復板產生的能源 並不足以應付整個梵蒂岡所需 為此需要在梵蒂岡境外尋找更大的空間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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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